因應近年物價上升 劳動部根據勞工保險條例 消費者物價指數如果調漲到5%以上 將會調整年金金額 一級主機數物價指數成長率累積已達5.1% 因此劳動部21號公告 從5月開始針對100年度申請勞保年金者 來做適當調漲 從青年年金開始起算 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漲跌5%以上的話 就要依照規定來調整他年金的數額 劳動部勞保局普通事故指副組組長陳美女指出 推動勞保年金上路首兩年 98年及99年度勞保年金 分別已在103年跟104年領取完畢 這次年金調整是歷年調漲最高 受惠對象包括老年 遺署跟失能年金者 預計有7萬多人受惠 調整的人數大概是歷年來比較多的一次 到72000多個人 那麼調整最多的金額 大概增加了2100多塊錢 體善勞保年金金額 由林勞保年金的主任表示支持 表示可以減緩生活上的經濟壓力 這樣子對我們老人家是有幫助 因為怎麼講 有給我們一個零用錢 雖然是說不多 有給對我們來講是有好 我們都那個老人今天像這樣子 買一買東西 現在東西又貴 我們一個月3500也是用不夠 勞動部表示 預計6月發送100年度的勞保年金 記者胡頌 八號台北市新北西子採訪報導 請示範 谢谢大家